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冰冰凉凉的豆花 但是下面看到的豆花装在便当铁碗里面 原来老板以前跟兄弟合开铁工厂 所以呢改行卖豆花就把这个 豆花给它装在笑脸铁碗里面 果然引发的话题 开店第二年就赚进了第一桶金 特制黑糖冰沙泥要进碗里 但这个碗看仔细咯 不折不扣是个不锈钢铁碗 满满的手工馅料放进了手工铁碗 连碗都是老板亲手打出来的 这碗铁豆花装进了满满的打铁精神 就是铁工跟豆花可以结合在一起 铁工是更辛苦 因为要高温 对然后要在外面晒太阳 对所以也比这个还累多了 不锈钢铁碗一双耳朵 还有张大大的笑脸 原本当铁工的吴文才转行卖豆花 用老本行铁打造诊间店 内用碗全是笑脸铁碗 门口的铁人机器娃娃 就连装潢也充满铁元素 想拥有它 因为我相信我拿出去 绝对不会有人跟我一样 很想要买 但是就没有卖 夏季芒果冰淇淋 美式打铁豆花搭配巧克力饼干 传统黑糖豆花或是抹茶紫米口味 只要装进铁碗里 马上汽出水珠 像是笑脸在流汗 吴文才说 一家店要成功 一定要有梗 都想了想 哇好困难哦 然后后来就去卖场逛一逛 然后发现了一个便当盒 对然后看到的时候 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个 一个念头散过了 脑袋 然后就 哎 想到真好 把它画上那个 他的眼睛啊 嘴巴啊 40岁的吴文才和兄弟 合开铁工厂10年 之后转行卖豆花 开店五年 在第二年就赚进第一点金 一开始靠着200万的创业成本 慢慢的月入40万 连开了三家店 现在稳定成长 月入120万 很多人都不相信 大概学了三天 就可以自己 自己出来开店 其实我们三天是学基本的 然后回去是慢慢摸索 慢慢摸索 摸索大概快一年多的时间 两夫妻 一个主内 一个主外 刚会解荡了十几年的老婆 擅长招呼客人 老公凭着打铁精神 一天12个小时 在厨房备料 三千店的食材 他一手包办 四种冰沙口味 四种豆花选择 笑脸铁碗 是兄弟情义相挺 一起手工打出来的 吴文才用美味豆花 油梗 铁碗 冰出不一样的人生 执着美味铁人精神 中文新闻 李梦章 您就为台中 采访不懂 谢谢